不然 用样笔晕吧 是你啊 我报警了 干嘛还做事 小夏 你离职为什么不告诉我 故意躲着或是什么 反过离卫士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是你的宅术 在尿班前之前 我就不用知道你的行动 你 你的钱我每个月都在转给你 别的事你不用管了 手工废话 不是 干什么呀 就这张钱 你这个月的钱我已经给你了 你到底要干吗 看到了吗 我赌钱输了 我被追了要钱 拿手机 现在给我转一把 快点 我 反正就是了 干什么 干什么 喂 干嘛呢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 我知道你 你 你不就是那个 天台上这种人那个吗 哇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吧 我帮你报警啊 我最看不惯这种人了 真的是 不要 我的事你别管 谢谢啊 奇奇怪怪的 难得鼓起勇气 冰胸胸美 也不可以更轻悔 添了这么多东西啊 这什么呀 这是 这什么呀 这是 这什么呀 这么晚了 改天吧 又要不好意思 回家啦 回家啦 哥 小强 你工作室那房子租好了是吧 我已经搬进来了 你都搬进去了 你收拾好了吗 这不得搬进来 才知道怎么收拾 小强 我发现你这个人 就是总是报喜不报忧的 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的 好吧 你放心吧 对了 还有啊 我没两天就回去了 有什么重货累会儿 你留着给我啊 我帮你干 你早点休息吧 行 你也早点休息啊 那我先挂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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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走了 这快这事 你之前那个小男孩的事迷 噓 哎 不然分尸吧 分尸完了之后丢在不同的垃圾桶里 这样警察就不知道第一的案发地点了 哎 用个斧头还是用个锯子 锯子合适哎 可以锯子锯子 哎 我家里有个菜刀 菜刀也可以啊 这是家里菜刀吧 等着啊 这可以啊 但分尸的时候灰弄的哪里都是血 还要清洗 这警察来了一查水表不就看出我们的破绽了吗 不行啊这个 不然用药笔晕吧 是你啊 我报警了 误会啊你看 这其实都是误会对吧 怪我们了提前没跟二位打好招呼 哦 我不管这事是不是误会 聊是不是咱们三个聊的 我以为住进来是袁小姐 你们也没有跟我们事先沟通 哎 我们一来住进来跟齐先生 你觉得合适吗 而且你们应该也能理解 我们这独身女性 肯定没有办法接受异性合租 我们想法是 钱我们可以退给你们 你们还是赶紧找房子吧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 那房租退给我们干嘛呀 交都交了 合同也签了 人都搬进来住了 找房子很不容易的 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 她现在好不容易能安定在这儿写东西了 她要工作的 你先让她搬出去 工作怎么办 她晚上不睡觉 你 你知道不睡觉有什么概念吗 大晚上 她在屋里 一个人叨叨叨就算了 还跑出来到客厅 说什么杀人分屎 跟和杀人犯似的 把我闺蜜下了一晚上没睡觉 她有工作 她没有吗 我闺蜜怎么办 她工作怎么办呢 她不愿意 她不愿意我还不租了呢我 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 要赶稿子呢 你再忍一忍 忍不了 别啊 哥 你想想你哥 你哥他多辛苦啊 你晚交一天 你哥就挨骂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